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纪元记者夏松报道 分析,中南海乱了,两会首日限三大议场 去年以来,中国经济急转直下,政局更加动荡不安 今年两会首日便出现三大议场 取消总理中外记者会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无预兆被免人大代表 人大会议期间没有人事任命计划 分析认为,外长王毅的继任者仍难产 中共内斗激烈 取消总理中外记者会 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定于3月5日举行 4日举行了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楼勤俭在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 今年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 如无特殊情况 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此举打破中共政坛于30年惯例 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 1990年代初期以来 每年全国人大闭幕当天都会在人民大会堂内 举行总理记者会 中外媒体记者能现场向中共国务院总理提问 并近距离观察中共第二号政治人物 1991年 时任总理李鹏跟来自中国大陆 港澳台湾和外国的记者见面 回应提问 在1993年以后 总理记者会形成惯例 1998年朱镕基出任总理后 记者会更成为两会焦点 温家宝在回答记者问题时 常引述诗诗词歌赋 李克强在2020年的记者会上承认 中国有6亿人 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 在一个中等城市 可能租房都困难 现在又碰到疫情 疫情过后 民生为要 皆是中国贫富差距和国民收入的部分真相 本届人大突然决定取消例行的总理记者会 不少与会的全国政协委员都感到吃惊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3月4日下午 以政协委员身份出席全国政协开幕式的 中共驻美大使谢峰被问及此事时 愣了一下后才反应过来 并说 我还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消息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人大代表已被免 此次两会 前房长李尚福的命运也备受外界关注 大会新闻发言人楼勤俭在离场时 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说 李尚福不能参加本次两会 因为他已经不是人大代表 2022年10月 李尚福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去年3月两会期间 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国务委员 国防部长 但8月底 在公众视野中消失 两个月后 李尚福突然被免去中央军委委员 国务委员 国防部长职务 官方至今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今年2月26日 国防部官网将李尚福 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名单中移除 但李尚福仍在军方人大代表名单中 中共官方没有宣布 罢免李尚福人大代表职务 也没有公示他辞去人大代表 直至此次 楼勤俭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提问 外界才得知李尔不是人大代表 人大无人事任命计划 外长王毅继任者难产 过去一年 中共军方与外交人士出现大动荡 上任仅数月的李尚福 秦刚被免职 去年底 非中央军委委员的海军前 司令员董军出任防长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回国接任外长 去年两会是中共二十大后的首次会议 中共政府换届 新一届领导人亮相 今年两会 外界关注焦点之一是王毅继任者 但此次人大会上 却无人事任命计划 楼勤俭称 这次大会将于3月5日上午开幕 11日下午闭幕 会期7天 共安排三次全体会议 大会议程共有7项 其中并无讨论人事任命的议程 对比5年前中共十九大后的 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当时大会议程有一项审议任免案 分析中共内斗激烈 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 这些意向均显示 中共内部的混乱已经到了一定程度 当局取消总理新闻会 固然出于党魁保全的需要 反映出中共内斗的激烈 更反映出的是党魁习近平 对失去权力的深度担忧 换句话说 习已经容不下其他常委 夺其锋芒地露面了 这次外长人选大概率难产 更是匪夷所思 秦刚在去年7月 就被免去外长职务 王毅接手 直到现在 新外长人选还没确定 除了说明高层内部权力斗争激烈 使得习近平举棋不定之外 也没有其他任何的理由了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而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